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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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從這裡來說新的主權觀念 有一個邊界我認為是由這三個東西 建構出來的 這有一本書我在後面參考書目有列 你們事後可以看 就說媒體然後市場跟民主 基本上是由這三種東西說建構 那簡單說民主化 在這過程當中因為 市場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東西 資本經濟 媒體是一個 很容易操控也很容易被操控的東西 因為它的特性就是 你可以說媒體它 你說媒體 過去都是文人辦報 我們現在都是三頁辦報 它有比如說收視率 比如說月報率等等的 點閱率 所以這三個東西 如果它都加在一起 又有錢 又買媒體 它又號稱民主 我認為整個民主化過程 會隱含一種新的獨裁形式 然後它用自由之名 隱含會有新的壟斷內容 這非常震撼 我自己這樣歸納結論 我也覺得 那我們就是要避免這個 也就是我們號稱民主化 尤其在全球化下 很多的財團或 我們叫做金權政治 那我們講到這個 有人說民主最大的詛咒可能是金錢 所以你只要遇到錢 我們那個3.5品的陳水扁 就是誘惑不了 無法拒絕這個誘惑 金權可能是民主政治最大的詛咒 那有沒有一種制度可以擺脫金權 有啊美國就用公費制度 公費選舉制度 公共頻道 那你就不用去思考說 我選一個黨主席還要交多少錢 那一般市民是沒有辦法參與的 那這種新的獨裁 他用各種形式在 用細胞式的在我們生活走著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當然這裡要宣傳一下 有沒有收到陳平宏老師的信 沒有 有吧 那因為老師有些副本會給陳平宏老師 陳平宏老師是我們這個課程計畫的基優指導主持人 所以他好像有一個媒體的簽署聯名 你們可以去支持一下 那當然也可以不贊成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媒體啊 或者是說 如果媒體是 是一個民主社會很好的 如果可以善用它 我認為 法律規範或者是 自律還是很重要 雖然我們常常說自律很難 這我們記得在第二門課或第三節課的時候有講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種網路的民主化自由化 兩個 一個是叫做協同過濾 也就是網站的設計者 他會透過這種系統性的統計和引導 把相關的資訊統合或過濾 然後媒合給你 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在亞馬遜購書完之後 他自動會說 跟你相同的買過這本書 也買其他書 有吧 或者是說你買博克萊也是啊 他就會列出跟這本書相近的 然後 比如說還剩幾本 他有一些網站的統計 那他這種自動會把你所搜尋的 和你相同品味或相同興趣的人 這些產品顯示給你 基本上都是一種經濟消費的力量 那電子化也是 在線上投票 我們說在黃東毅老師的演講裡面 他說電子化的優點是什麼 像我們課程也是開放精神 所有的電子化數位化 他可以記錄所有的東西 然後呢 進行快速的統計分析 所以他當然包括文字啊 數字都可以在網路上 如果你把它電子化 那這個有什麼問題 當然最重要就是資訊超窄的危機 就是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選擇 這麼多話題 這麼多觀點 我怎麼知道誰是誰 OK 所以當資訊放浪成災 現在大學生或我們要做的就是過濾 篩選 變成一個必要手段 那過濾或篩選 就變成一個縮小化的方式 來避免你太多資訊 太多話題太多的觀點 那事實上 所謂超窄危機 跟過濾的需求 其實都是一起來的啦 就是你需要過濾 因為他太多 所以老師 今天應該還好 老師去小琉球度假兩天 準備跟同學一起攻頂 然後剛才同事中間主任說 變好黑喔 我就被發現了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我講這個笑話 沒有 只是突然想要講我變黑了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起的 就是你有這個需求 我要講那個笑話是 所以我回來 將近一百多封email 就是老師如果沒有每天收信 所以我常常想說 我到底要講這個笑話的目的是什麼 我每個笑話都有目的 我基本上 比如說你們應該有每天收信的習慣 可是如果兩天 一個晚上沒收 我只是一個晚上沒收 正常的信件是一百封以上 然後五六七八的信件 又亂七八糟的信件 也是將近一兩百封這樣 所以我每天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讓手腕運動 復健 你們現在期末要報告 也是手腕要復健一下 就一直在刪信 有時候如果他的標題 不小心弄到信件 還會被刪掉 所以你要一封一封檢視這樣 所以你們 有同學寄信給我 你都沒有署名 那我們這樣媒體素養 怎麼跟你檢視 所以你基本禮貌 就是你寫信給老師 你寫給助教也沒有署名 老師還是回答你 可是我們這門課 很重要的民主素養 媒體素養就是 基本禮貌 你寄信給別人 要說你是誰 然後最後屬名 即便你屬陽咖啡也是可以的 你是嗎 是這個同學嗎 有來嗎 有嗎 記得屬名 忘了 即便速度很快 或者你很忙 要屬名一下 他才知道 到底你是誰的孩子 那你當然直接寄給我也OK 我要講 資訊超窄就是 所以我要過濾 可是問題不是這個過濾的人力 當然我認為過濾的人力很重要 甚至資訊過多也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你有沒有那個認知或判斷能力 足以成熟到理性的分析和過濾 這個有點難 甚至你現在在跟人家email 不管是長輩或網輩 我想措辭用語都在學習 老師也在學習 因為網路的公文形式 或者是網路的書寫方式 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問題不是資訊過多 而是你有沒有這個認知或這個能力 判斷能力 如果用媒體素援的角度來說 他不只是使用媒體的基本能力 比如說你會不會 老師以前還發生一個笑話 不會夾帶黨 然後就把文本貼到內容裡面 就好幾千萬字 不會夾帶黨 老師念研究所一開始不會夾帶 你有沒有這個基本 使用媒體的基本能力 當然後來就助教說 來來來來 我教你這樣 怎麼夾帶 所以那當然是一種學習 不斷的 如果用達爾文的話 就是不斷在進化 如果你在進化 你也在進化 所以我現在還不會用Facebook傳檔案 還是不會 我最後都要用NSN傳 跟我們那個資訊助教 如果老師要把獎益PPT給他 不知道還是蠻難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能力是使用媒體的基本能力 可是最重要是這個 5月15號講的那個主題 網路特性的規範認知 所以有同學說 兩組意見不一樣 有人認為創意很好 有人認為枯手完全是侵犯人權 老師的重點是侵犯隱私權或侵犯人家著作 我的重點是 因為是告訴乃論 所以如果對方覺得我的權力 著作權被侵犯 他就告你了 那法官就判斷有沒有質量 或者等等相關問題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個意思是說 那個合理使用 就是我們5月15號講的那一講 那個合理判斷是回到每個人身上 你認為他是創作 那他就是所有的思想自由的來源 那如果他認為你是侵犯 那他可能 有可能他認為我的標準比較嚴 你就侵犯到我的著作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那個網路的媒體素養 我們加一個網路 就是對這些媒體訊息的開放態度 還有批判思考 那我認為還在加剛才我講的那個網路理儀 就是倫理素養 網路的倫理素養 那當然你從倫理素養 就是要針對這些爭議性的內行 或爭議做理性的判斷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裡來講 這個新的主權觀就是媒體加市場加民主 我認為再加一個這個公共人 就是人在裡面的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人當然不是隱私或個別的人 而是你一旦身處於公共領域 或有人不認為 有人不認為網路是公共領域 至少它是個公共空間吧 這麼快啊 那簡單來說 資訊是一種公共財 所以 比如說你知道某件事情 你傳播出去 別人是會重重獲利 那經濟學的觀點就是說 它會內化也會集體外化 就是說 比如說我知道隔壁剛好有人失火 或發生搶案 我趕快去打電話報警 或趕快去求救的話 基本上 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會良心不安 對別人來說 也許禍酒 或者火災的傷害降低 所以網路的公共生活的特性 這個也讓同學思考 就是 如果你認為人路搜索是很有效的方法 可是你那個界線你要自己去畫 就是侵犯到隱私是哪裡 那如果你認為人路搜索是不好的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 因為人路搜索快速可以找到人的姓名 好 那 我覺得它就跟水一樣 一人在舟一人覆舟 我們是正確的使用它 簡單來說 會有發生兩個問題 一個是群體極化的問題 就是 有些成員 一開始你就有特定的想法 可是經過這個審議之後 你反而更加強你原本的觀念 所以你會朝向你圓滿的那個方向移動 最後形成極點 極端的觀點 所謂的公民論壇或公共學習 就是希望比較健康的公共對話 避免我剛才講的這種極化或激情 也就是太單一化了 或者你可能是看到錯誤的資訊 或者你在這個網站 他可能有比如說生囊學生廣場 他有特定的意見 這個可能就是偏見的機制 那如果比較健康的是能夠在這個過程 公共對話然後產生尊重和傾聽不同意見 這是一個很好的公共學習 我們用哈伯瑪斯的話就是包容他者 include the other 他者其實就是任何的陌生人 遊民也好 同志也好 然後或者是說無國界的人 他可能是甚至他是外籍 所有外籍概念都是一種歧視的言語 那這些陌生人就是沒有名字 或者是社會上的弱勢 那我們如果可以在這個過程 把他者包容進來 這可能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公民論壇就是透過這種審議民主的方式 這有別於我們等一下第二節課要講的公民會議 模擬會議和共識會議 那我們討論區在實施的就是所謂的線上公民論壇 因為我們有既定的主題 讓同學不是聊天而已 可以在裡面討論一些東西 那最後這個公共的討論或對話 他會形成學期圈 比較可惜我們的Facebook沒有形成這個學期圈 有幾個同學像余亮、秦成恩 我們有不斷的在針對議題在討論 這個就是一個對話的學期圈 那這個是所謂公共論壇的精神 透過這種討論圈形成理性 然後探尋真理或事實 那他的原則就是開放性 所以我們的Facebook並沒有隱藏起來 當然我們不可能讓非修客人家 我的意思是說在討論川裡面 你可以讓圈外人跟圈內人進行交流 還有知識傳播 很快的講兩個主權概念 我們沒有講好像今天沒有講到課了 一種是消費者主權 它是商業性的 那這個是屬於自由消費市場 那如果你對個人網路使用的 你會在上面進行各種的消費行為 或經濟行為 那會強化所謂過濾力量 比如說你就會設我的最愛 把一些網拍或者是說相關的資訊都連結成你 那這個主權原則是來自價格系統 那政治文物當然也在這裡宣傳他的意見 可是他宣傳意見是販賣他的政見 販賣他的看法 那這個仍是一種市場機制來決定 那消費者主權當然就在你的偏好和選擇 我們過去從遙控器到現在的滑鼠 從過去的Yahoo到現在的Google 你選擇游覽器當然就選擇你那個價格系統 你喜歡哪一個軟體哪一個版本 那這個是屬於消費的主權 這好像沒什麼新的觀念 沒錯 這跟過去的消費經濟學 經濟學價格理論都一樣 可是現在的網路主權 有來一個叫做公共性的政治主權 它應該也是一個自由市場 即便有壟斷現象 但是他因為有各種不同的提供選擇 他讓人民有民主多元的選擇 但是他因為是具有公眾問題 或者是說他的主權是政治性的 那政治主權當然就不認為個人賠好既定不變 他認為民主自治是透過討論來治理 所以在政治主權 如果你擁有這個政治主權 我在講你可以有雙重主權都可以 你可能一下子網拍一下子去支持按讚 支持連署或者是有各種政治意見 他重點是改變你的觀念 那在公共領域裡面以理夫人 所以如果討論只是簡化成一種角力戰之外 他就失去這個民主的公共性 那民主素養從這裡來說就是要修正錯誤 就是你可以透過看別人觀點之後被說服 或去說服別人 那接納不同意見 也許這個不同意見是更好的 那結論就是現代公民 我們需要的是判讀訊息的媒體素養 那如果涉及到訊息跟平等的使用和自由的接收 這個是民主素養和倫理素養的方面 那簡單來講 網路的民主價值是更直接更及時更快速的匯集言論 產生力量改造社會 可是因為在台灣或者是說網路的特性淺疊無化 它沒有辦法持續性 除非你一直關注某一個議題 然後現在的人停留在低頭組 我們做捷運才能發現大家已經不在看風景了 刷手組我這家就是網路的三頂動能 你們現在每個人都變成網路的刷手組 三頂動能 那你可以想一下除了按讚留言 到最後有沒有真實行動 正面來說網路如果從媒體素養 我們的生活是充斥著各種媒介 所以人際溝通不再只是我們現在社會的面對面 而是數位媒介成為公共生活發生的重要產業 那這是現代社會的很重要特徵 可是反過來講 我剛才講網路使用很重要 或網路民主或自由化很重要 反面來講說網路其實是訊息萬變 你要職產與時俱進 所以你的素養培養不是指在不同形式的媒介運作 因為它可能兩年就淘汰掉了 你應該培養的是那個知識、能力或帶著走的技能 否則你培育的只是轉眼瞬間過時的能力 那我們從email來看 就以前用飛哥傳輸 可能要一個月才會到 後來打電報 打電報可能十天會到 後來call機兩天會回 現在iPhone4s可能你馬上就接到了 也許下一階段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同學可以思考一下 等一下我們第二節課要進行公民論壇 各組要做討論 簡單來說公民論壇是實踐不是公共 不是理論 那 popular good 你可以翻成公共財 其實你也可以翻成 在道德哲學上 你也可以翻成公共善 公共之善 如果我們善用這個公共財 它會變成公共的善 這個善需要實踐智慧 或者需要實踐理性 更進一步的溝通理性 後面你可以等一下 助教可以幫忙帶一下 就是數位落差 沒有網路的就變成網路平民 斷線的人就變成網路災民 這會有產生新的信任關係 和所謂平等主義 因為沒有人使用網路 他就無法進入我們這個領域 我們講的這些都是要由網路為基礎 你家裡要買得起電腦 買得起iPhone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暫時上到這裡 我們下禮拜還有一個結語 那會就一個比較廣的概念 來跟同學介紹